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天主圣神请降来 因为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 你从天降下降到耶稣身上 也求你降在我们当中 能够打破我们和天主之间的隔阂 让耶稣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在耶稣内 我们属于你 我们的时间属于你 请圣化我们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因父及子之圣神 大家晚上好 今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 说神父 为什么你上一次课讲说 马尔谷福音应该是在公元68年写成的 可是我今天读这个 读四高圣经的马尔谷福音的引言的时候 怎么引言说是 马尔谷福音是公元55年到60年之间就写成 那你这个相差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各位你读美国的这个 New American Bible就是美国天主教通用的圣经 它上面说的比我的68年还要晚两年 它是公元70年写成的 那到底是公元55年到60年 65年68年还是70年写成的 各位 这个没有定论 圣经学者们也各有各的讲法 教会对此问题完全保持开放 为什么 马尔谷福音里边本身并没有说 他是谁 他什么时候写的 在哪里写的 写给谁 为什么写 他根本就没有这些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因此这个前言 我是说的前言 四高圣经所有的前言 只供参考 不是圣经的内容 所以不必要太介意 在哪里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给谁写的 为什么写 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这个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意见 教会对此完全保持开放 所以您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第二个是 第二个问题 我想一下 第二个问题 没有了 我们直接进入马尔谷福音 请大家打开马尔谷福音 请读听员读 马尔谷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 马尔谷福音一章的一到三节 马尔谷福音一到三节 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正如先知伊萨伊亚书上记载的 看我派遣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 预备你的道路 跨越中有呼号者的声音 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止他的途径 习者若汉 一到三节OK了 谢谢 便在跨越里出现 一到三节OK了 可以了 各位 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你看 你这句话是福音的开头 你可以把这句话也当作福音的结尾来读 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你可以把它放在马尔谷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也就是说马尔谷想说 当你读完整部福音之后 你应该再回头看着第一句话 整部福音 我所说的所有的东西 写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说谁 在说耶稣基督天主子 在说他的事 他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 是福音 我写的福音 不是说罗马皇帝的事 皇家的事 战争的事 经济的事 No 我写的福音也不是犹太人所希望的 就是民族解放的事 No 我写的福音完全不同 我写的福音是 天主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 他在我们中间取名叫耶稣 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 所有的最后 我们往后读的每一章 每一节 你都要想起这句话 天主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 福音是天主的福音 也是对我的 如果是美国总统的福音 那就是对美国人民说的 如果是中国总统的福音 那就是对中国人说的 但是是天主的福音 就是对所有天主的受造物所说的 好 在开始二节之前 请读今言也读一下 也读一下 另外一个章节 叫马拉基亚先知书 马拉基亚先知书 三章的一节 和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马拉基亚先知书 三章的一节 和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一起来念 好 马拉基亚先知书 三章一节 看 我要派遣我的使者 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宰 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 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 看 他来了 我说 马拉基亚先知书 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你们应记得我仆人 眉色的法律 即我在格勒布山 命他传于全以色列的诫命和制度 看 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 来临以前 我必派遣先知 厄里亚 到你们这里来 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 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临时 以毁灭率 打击这地 谢谢 各位 刚才所读的 这个马拉基亚是什么人呢 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 就是最后一本先知书 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是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也就是耶稣之前四百年 你再想一下 耶稣是公元元年左右的人 这四百年中间没有先知 四百年啊 各位 四百年是什么概念 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犹太人 多么多么期待 等待天主 派遣给他们的墨西亚 四百年 不仅没有墨西亚 连什么都没有 连先知都没有 先知是墨西亚的 这个前锋先锋 那现在马拉基开篇 说天主死来了 他的福音来了 来到我们中间 当然马尔谷不会不了解 以色列人在旧约的盼望 不会不了解 以色列人四百年来的期待 所以马尔谷说 当天主来的时候 一定先有一个先知 就是所谓的将领来的时候 有一个先锋一样 那是谁呢 马尔谷说 那个厄利亚 旧约马拉基亚先知处里面 所说的厄利亚要先来 就天主来之前厄利亚要先来 那个厄利亚是谁 就是说的若汉 所以刚刚我们读到 马尔谷福音的一章二到三节 就是引用了旧约 伊撒利亚先知的话 其实并不完全是来自于伊撒利亚 而是来自于好几部书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概念是什么 马尔谷写福音的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份圣经 放在他跟前 然后他翻一下 翻到伊撒利亚先知书 他找到其中的一段内截 No 那个时候没有造纸术 想要拥有一部天主的圣言 一部圣经是几乎不可能的 因此古人引用圣经只是大概 大概来自于哪里 有时候是正确的 有时候可能有误差 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 不像我们现在 第几章第几节引用的那么准确 而且章节是十二十三世纪才有的 原来福音马尔谷福音写生的时候 没有章没有节 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 一直排下来 那章节之后来才分的 为我们现在是非常方便 可是为古人却不如此 这是题外话 那我想用说 你看二节到三节所说的 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预备你的道路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天主是主动来找我们的 不是我们来找天主的 所有的是 你看创造在旧约里面 是不是 我们不是要求天主创造吧 是天主主动创造了世界 好让人跟他分享快乐 就说就是从把犹太人从埃及领出来 是不是天主主动的 对啊 是天主主动的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受苦的时候都不知道该呼求谁 他们早把天主忘掉了 是天主主动来的 所以圣经的一个主线 所有的救恩的行动 主动着都来自于天主 真的好 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让我们感到很安慰 我们不要太害怕自己的生命出现什么意外 天主总是主动来到我们跟前 我们不需要什么上上上 高高的山下到海底才找天主 是天主主动来的 那他怎么来呢 他借着先知 然后先知还不够 因为先知只是天主的代言人 你们我们每个教友在主日读信经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是不是 每一个周日都有这句话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意思是说 天主借着先知讲话 但是现在不仅仅借着先知讲话 他自己来讲话 我们继续读经元 读四节到八节 马尔谷福音一章四节到八节 马尔谷福音一章四节到八节 习者若汉便在跨野里出现 宣讲慧改的习礼 未得罪之舍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 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若汉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 腰间束的是皮带 吃的是环虫鱼业 他宣告说 那比我连辅身借他 他携带也不配 我以水洗你们 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 好 这个使者是谁呢 马尔谷马上就说 这个使者已经来了 他叫若汉 他为什么叫习者若汉 是因为他专门给人施洗 关于施洗的 我已经在小的那个录音里边 已经给你们讲了 旧约里边的洗节里 到若汉的洗里 到耶稣受洗 到我们基督徒的洗里 你们可以再听一下 若汉就是旧约 马拉基亚先知书所预言的 当天主来的时候 要先来的那一个使者 就是若汉 看在马尔谷笔下 若汉干什么呢 他在旷野里边 他宣讲悔改的洗里 你们想一下 旷野里边就是沙漠里边 沙漠里边是一个 没有生命的地方 但是突然要有洗里 就要有水 你看你想一下 沙漠最缺的就是水 但是现在既然沙漠里边有水 这个死亡 沙漠是死亡之地 死亡之地 现在有了生命 所以这个沙漠本身是一个象征 象征着死亡 在死亡之地出现了新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而且沙漠也让 以色列人想起来 他们这个民族的诞生 就是在沙漠里边 不是在地肥水美的埃及 也不是在地肥水美的加里勒亚 是在沙漠里边 在西奈旷野里边 天主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 叫以色列民族 因此沙漠给他们的感觉是 既什么 既甜蜜 又感觉到既是生命 又是死亡 既遥远又甜蜜 那是他们的根在沙漠里边 但是沙漠也是他们背叛 就是屡次怀疑 试探不听天主话的地方 现在若翰来了 就在沙漠里边 而且若翰吃的是什么 若翰穿的是什么 骆驼毛的衣服 腰间束的是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他的穿戴吃喝 让你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想到了一个苦行僧 吃喝非常简单 就地取材 你们现在在买菜去菜市场 你们挑来挑去 若翰没得挑 有蝗虫吃蝗虫 有野蜜吃野蜜 有骆驼毛穿骆 有皮带束皮带 就是这样 就地取材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位先知 他的核心根本就不在享受上 就不在吃喝上 他只有一个概念 一个核心 就是他的使命 把人带到天主跟前来 让人悔改 接受洗礼 承认自己的罪过 再转向天主 他就这一个使命 如果若翰是坐在屋子里边 吹着冷气的 我在后边还有冷气今天 吹着冷气的 那我们他就不是个先知 所有那些伟大的人 他们的目标都不在享受上 而是在给人 就是把自己的使命活出来 若翰是很强烈的 那请读经验也读一下 另外一个篇章 是《猎王记》下的一章七到八节 猎王记下一章七到八节 你看看若翰穿着吃着 让人想起了谁 猎王记下一章七到八节 君王问他们说 赢上你们 且告诉你们这些话的 怎样 一个 他 雕塑皮带的人 君王说 这一定是提示被人 看看 在纠约里边 有人 君王问那些人 然后那些人说 这个人是谁 那个国王说 那个腰间竖着皮带 穿着骆头毛的衣服的 那个人就是恶利亚 看在纠约里边 就记载过 有一个人 穿的是骆头毛的衣服 腰间竖的是皮带 就说的是恶利亚 现在马尔谷把若翰描述成什么 描述成新的恶利亚 这说明什么 说明马尔谷 有意让人告诉人 这个 若翰 他是恶利亚 他要预备一个 更强者的到来 他要预备天主的到来 所以若翰说呢 我不要紧 你来到我这里 我不是搞个人崇拜的 你们来是为了悔改 得罪舍 洗礼 然后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预备 一个更强者的到来 我从小 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 就把我放到旷野里边 我一直在矿野里面长大 我这整个的几十年 是为了什么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为了真正的天主的来到 我这一辈子就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现在马上就要完成了 若翰 马上他说 有一个更强的来到 我连解他的鞋带子也不会 意思是什么 解鞋带是干什么用的 奴隶给主人解鞋带 意思是我做他的奴隶都不配 当然他不配 因为将要来的是天主 我们当然不配 这是若翰清楚地认知到 将要来的那一个比他要大得多 而且他以水洗你们 另外一个以什么 以圣神洗你们 各位 水 我们人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按到水里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可以以水洗别人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以圣神洗别人 因为圣神是天主的能力 除非是天主自己 否则我们不具备圣神的能力 因此若翰实际上很直白地在说 那一位我要预备的是天主自己 他的能力大到 我连做他的奴隶也不配 我就想 我们每一个教友其实都是若翰 我们在耶稣跟前要谦卑 永远谦卑 我们要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配 无论我做什么 无论我念了多少经 进了多少堂 领了多少圣体 行了多少爱德 守了多少斋 我们都要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不配 是因为什么 并不是说我做得不好 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跟前 始终是人和天主之间的距离 我们配不上 一定要有这个谦卑 谦卑再谦卑 这样我们才能为天主所用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马尔谷不托泥带水 我们也继续看 看马尔谷福音的一章九到十一节 马尔谷福音一章九到十一节 在那些日子里 耶稣由加里雷亚纳扎类来 在约大河里受了若汉的洗 他刚从水里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神有如鸽子 降在他上面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因你而喜悦 耶稣马上就来了 受了若汉的洗 你看很有意思吧 马尔谷非常聪明 他没有说 你看在前边的第几节 第四节说 若汉宣讲悔改的洗离 未得罪赦 说起来是吧 耶稣也应该先承认自己的罪 再受若汉的洗 可是马尔谷没有写 马尔谷说 在约大河里 耶稣受了若汉的洗 马尔谷没有说 耶稣要承认自己的罪 为什么 因为前面说了嘛 耶稣是天主子 是没有罪的 根本就不存在 不存在 本来耶稣不应该接受洗离 因为洗离是罪人才接受的 承认自己有罪 现在耶稣不是罪人 那他为什么要受洗呢 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每一个教友 你无论是一岁受的洗 五十岁受的洗 或者八十岁受的洗 我们每一个人受洗 都要承认 我们是需要天主的 是软弱的 是被罪恶缠绕的 可是耶稣没有啊 为什么耶稣要受洗 各位想过没有 来 这个问题 我们先让伯多禄回答 因为我们说过 马尔谷福音是伯多禄的回忆录 我们看看伯多禄怎么看耶稣 怎么看耶稣 来到我们中间做事情 所以我们读一下 伯多禄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 伯多禄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 伯多禄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他在自己的身上 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 上了木架 为叫我们死于罪恶 而活于正义 你们是因他的穿伤 而获得了痊愈 各位听到了吗 伯多禄回忆说 耶稣是来干什么 我们刚刚说了 耶稣本来不用受洗 但他为什么受洗 如果我们从伯多禄的角度来说 伯多禄给了我们回答 是因为耶稣本来无罪 却要承担起我们的罪 是为了 他是本来是没有罪的 但是像罪人一样受了洗 是因为他要承担 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罪 担到他的身上 所以耶稣受了洗 而不是因为耶稣本身有罪 耶稣本身不需要悔改 没有罪 是为了我们的 你刚才是伯多禄回答 现在你看看耶稣怎么样 看自己的洗礼 你请读经员读一下 马尔谷福音的十章 马尔谷福音的十章 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看看耶稣是怎么看自己的洗礼 马尔谷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他们回答说 是我们在你的光荣中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你们能赢我赢的决吗 或者你们能受我受的洗吗 他们对他说 我们能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赢的决 你们必要赢 我受的洗 你们必要受 各位听到了吗 那个哥儿俩就是 雅各伯和若旺 他们说 耶稣 等你将来发达的时候 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请你许可 我们这样做 耶稣说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这个什么 你们 我将来 我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要受的洗 你们能受吗 他们两个说什么 他们两个还大言不惭的 说我们能 其实我们发现 耶稣喝杯的时候 耶稣受洗的时候 杯是什么 杯是苦杯 洗是什么 洗是死亡 反而是耶稣死亡的时候 受他苦难的时候 他们都跑掉了 他们现在那个十章说 他们能 两个大男人 其实到时候像女人 不是像女人 两个想 像没有勇气的那个小孩子 一样跑了 为耶稣没有责怪他们了 你看 耶稣自己的回答当中 什么叫受洗 死亡就叫受洗 所以 今天我们刚刚读了 马尔谷福音一章九到十一节说 耶稣受了若汉的洗 已经什么 马尔谷很明显的 已经在暗示 耶稣的死亡 你再想一下 各位教友 我们受洗的时候 是不是要读一段圣经 是保禄说的说 你们所有受洗的人 你们难道不知道 你们受洗就是归于耶稣的死亡吗 是不是 我们所有领过洗的人 领洗就是下到水里 下到水里就是 按下去 要不上来的话 不就死了吗 按下去就是 死了 救的我死去了 在下面了 上来的时候 想复活了 新人复活了 上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了 在耶稣内 所以洗里本来就是 死亡复活 就是我们用领洗的方式 参与了耶稣的愉悦奥迹 参与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虽然有时候神父 比方说现在我们领洗都是神父在你的小脑门上 倒一点点水 应付极字极圣人 这个标记不明显了 我还是觉得按在那个水池子里 下去按五秒钟再上来 下去按五秒钟再上来 这个比较好 比较能够 标记比较圆满 不过无所谓 我们知道最主要的不是那个 不是按几秒 不是敬洗还是倒洗 撒洗无所谓 最主要的是 我们借着这个标记 表达我们愿意跟耶稣一样 死亡救我 在耶稣内成为一个新人 好 各位 然后时节说呢 耶稣受洗的时候 耶稣看见天开了 天开了 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 天开了 那个开了的天 有一个声音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想一下 马尔谷已经说了 只有耶稣听到了 别人没听到 别人没听到 这个记号是给谁的 是给耶稣的 说明耶稣在灵洗的时候 明显的意识到 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使命 他是天主的爱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你们要想一下 耶稣在纳达勒 比如说耶稣三岁的时候 十三岁的时候 十五岁的时候 他真的能够完全意识到 自己是天主子吗 你想一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 我认为 耶稣的意识 因为他是真正的人 跟我们人一样 我们三岁怎么想 耶稣三岁也怎么想 我们十岁怎么想 耶稣十岁也怎么想 所以耶稣的天主子的意识 是慢慢慢慢的 圆满的成熟的 那直到刚刚读到的 耶稣受洗的时候 他完全的清晰的意识到 明白了接纳自己是天主子的身份 你可以想一下各位 我们领了洗之后 你是不是马上完全的 百分之百的能意识到 自己是天主的孩子 自己是耶稣的肢体 你能意识到吗 未必 我们也是慢慢慢慢 是不是 有时候模模糊糊的 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又跌倒 有时候可以站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 耶稣的意识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只是马尔谷说 至少在耶稣收洗的这个片刻 他完全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 我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要生两次 第一次是在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第二次是每一个人意识到 自己人生的使命的那天 是第二次的生日 第一次是妈妈肚子里 我们不晓得是妈妈的礼物 第二次是我们完全意识到 自己为什么活着 自己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这一天是我们的第二次生日 很可惜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第二次出生 但是为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可是有的 因为我们至少灵洗的时候 完完全全地意识到 完完全全地知道 自己为什么灵洗 为什么活着 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孩子 如果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地 领略这个奥祭 领略这个礼物 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无论你今天是多少岁 你都应该像耶稣灵洗一样 再一次想一想 自己为什么活着 自己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疫情来了 很多人的生命被夺走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但至少在今天 我应该意识到 我为什么活着 当然我活着不是为了光喝水 我不是为了光吃饭 光买菜 肯定这个是动物性的本能 你那个老虎 猴子 老鼠 每天也是这样活着 当然他们没有菜市场 他们也有菜市场 不过我们人比他们要 要有尊严的地方 就在于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价值和使命 好 我们往下看 往下看 然后看看马尔谷福音的 十二到十三节 来读一下 十二到十三节 马尔谷福音十二到十三节 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里 四十天之久 受罚当的试探 与耶稣在一起 并有天使服侍他 好 耶稣到旷野里边 四十天受摩根的试探 这个场景也是让 如果这个读者是犹太人的话 他马上会想到什么 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边 四十年之久 是不是 四十年之久受试探 受信跟不信的试探 四十年之久 让天主让他们成长 也是在旷野里边 还有读者影响到 每一次四十天四十夜 首摘是为了什么 因为梅瑟上山 拿天主十节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山下干什么 拜金牛嘛 天主很愤怒 然后那个十节版被摔碎了 然后梅瑟给天主求情 用四十天四十夜首摘 求天主宽恕这些愚昧的子民 还有厄利亚先知 在旧约里边 吃了一顿饭 四十天四十夜没再吃 一口气 从加尔木尔山 走到天主的山 就是西乃山 四十天四十夜 让读者想到这些往事 那些往事是什么 是有关于天主的子民 受试探的往事 而现在耶稣引来了 等于是干什么 耶稣来了 等于是要重新把天主的子民 就重新把天主的 重整天主的子民 以前天主的子民 失败的地方 耶稣反而胜利了 因为后面说 耶稣跟野兽在一起 各位野兽是干什么的 野兽是不友好的 野兽是有攻击性的 现在野兽在耶稣跟前 反而感觉到很和谐 这说明什么 让我们想到了创世纪的 那个天主建立的伊甸园 本来天主建立的伊甸园 是很好的 在没有罪的时候 那个亚当厄娃没有 亚当厄娃没有受试探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和谐 天主 人 万物 野兽 很和谐 但是亚当厄娃 违背天主的命令 马上就不和谐了 现在 耶稣受魔鬼的试探 耶稣战胜了撒旦 然后跟野兽在一起 好像是 创世纪的回响 就是一个新的创造 新的秩序 新的胜利 而且还有天使服侍他 你看 天主子 旷野 天地 人 耶稣 天使 精神体 野兽 所有的这些很和谐 马尔谷用短短的两句话而已 就说了 就按 你看 如果你去看 马斗跟路加 他说的很详细 耶稣受了三次试探 一次比一次厉害 什么从楼上跳下来 什么把石头变成饼 是不是 然后什么朝拜魔鬼 可是马尔谷没有讲 我们也不必要细说 你现在读这两句话 只需要知道什么 只需要知道 原来耶稣也受过试探 跟我一样 这两句话很安慰我们 耶稣也受了试探 而且是四十天 四十天 四十天 意思不是一二 不是三十九加一天的四十天 四十天是一个长的时间 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如果你们读 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耶稣受难记 你们看过吗 叫梅尔吉普森拍的 耶稣受难记 你看看耶稣受难记 从开始 那个魔鬼就出来了 然后 只要在耶稣生命的关键的时候 那个魔鬼会再次出现 特别最后在最后晚餐 在十字架的时候 魔鬼又会出现 这说明我们刚刚读到的 读到的说 耶稣受试探 并不是一次性的 说明是 耶稣整个的一生 都在受试探 特别是在耶稣苦难的时候 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各位 如果你受了试探 诱惑考验 不要害怕 如果你跌倒了 也不要害怕 再次站起来 在耶稣内重整生活的秩序 不要害怕 什么都是试探 婚姻也是试探 婚姻也有考验 是不是 那个 太太对丈夫说 亲爱的 你最近是不是不爱我了 丈夫说 怎么会呢 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太太说 那我这个太阳会不会落山啊 这是开开玩笑而已 你看 婚姻 也是有考验的 胜了考验 就是沙漠当中的绿洲 过好了 婚姻就是天堂 过不好 没有绿洲 就是沙漠 婚姻是这样 信仰是这样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这样 朋友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工作也是这样 所以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 无论你现在经受何种试探 你都不要怕 你要知道 耶稣所经受的试探 也不是一次性的 也是一直在经受试探 一直在经受试探 我们有一个安慰者 和一个陪伴者 所以不要害怕 好 我们看一看 下面 14到15节 来读一下 一章的14到15节 一章 14到15节 若汉被监禁后 耶稣来到加里内亚 宣讲天主的福音 说 十七已满 天主的国 临近了 你们悔改 信从福音 好 若汉 你看 若汉 好可怜 我不说实际上 因为是马尔谷的手法 马尔谷不想让若汉 待太久 你看人家多可怜 刚刚出来就把人家监禁了 你最起码让人家活动 活动几章 没有 因为马尔谷已经迫不及待了 马尔谷说 若汉 很伟大 但是他跟耶稣比起来不重要 所以他把他隔过去 让他提前到监狱里面去 实际上我们在 在马尔谷福音第六章 若汉还会出现 我们会读到 到底是若汉 为什么会被下到监里 然后若汉最后是怎么死的 不过现在 马尔谷认为 把若汉隔过去 因为天主子已经来了 那 若汉被监禁后 耶稣来到加里内亚 就是自己的故乡 宣讲天主的福音说 时期满了 时期满了是什么意思 是不用再等了 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 什么人都不用再等了 天主来到我们中间了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期不是2020年 2019年 1999年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 天主救恩的时间 所以从耶稣以后 我们每个人要记得 从耶稣来了之后 就是时期满了 我们现在就活在 时期已满的时期内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天主的救恩 已经来了 他一直在邀请我们 在走入天主的救恩里边 时期已满 不用等待 天主的国临近了 意思是就到跟前了 就到跟前了 不用再去找了 你做好一个事就好了 什么是你随时准备欢迎 随时准备迎接就好了 因为时候已满 然后也来到了 但是为了能够迎接 你需要做一个事情 悔改信从福音 悔改的意思就是 调整你的生活 信从福音 信从不是脑袋 不是说我相信 二加二等于四 不是这个意思 信从在圣经里边的意思是 我要全身投入 投身的意思 完全参与进去 我不是旁观者 不是以前我们说望米撒 我在神父爱 怎么怎么 我是望 我是看 我远远的 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神父做神父的 我做我的 不是这个意思 信从福音就是 全身性的投入 不是看 要走进 走进去 你不是在路上 看那个热闹 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 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 天国或者天主的国 我不做详细的解释 现在你只需要 记住两点 一点 天主的国 不是一个地方 不是美国 中国 德国 法国 这些国家有总统 什么有总理 有主席 有军队 有法律 有宪章 有这些 不是 还有什么边界 你要是 你美国你好近 人家还拉铁丝网 还要住墙 天国不是这个意思 天国不是一个地方 这个翻译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妙 这个翻译 但是因为这个翻译 已经是约定俗成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么讲 那我们以后 一听到天国的时候 要想到什么 不要想到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 要想到什么 天国就是 天主要来到我们中间的行动 天主来了 天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王 要来重整我们的生活 要适于我们宽恕和爱情 就是天主的行动 他要来 希望我们做他的孩子 我们要进入天主的这份 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这样理解天国 天主的行动和天主的邀请 就这样理解 不要理解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 你这样理解 天国永远是什么 动态的 不是静态的 是一直在动的 是一个变化的 是你随时都可以跳进去 因此十四到十五节 这是其后 十四到十五节所说的 耶稣说的 时期满了 天国到了 不要等了 赶紧来吧 欢迎他吧 其后所有马尔谷福音 你都要按照这个角度去理解 所有以后耶稣所做的事 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治病 耶稣驱魔 耶稣教导 统统都是天国 都是让人进入 进入天主的关系 和天主的关系里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应该 还有一点点时间 可以看到 十六到二十节 来 读一下一章的 十六到二十节 十六到二十节 一章十六到二十节 我要使你们成为 愚人的愚夫 他们便立刻抛下网 跟随了他 耶稣向前行了不远 看见赛伯德的儿子 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 正在船上修网 耶稣遂立即召叫他们 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 赛伯德和拥工们 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好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想因为十六到二十节 我认为是蛮重要的 我把它留在下一节课 但是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再强调一下 刚才所说的 耶稣所说的十七一满天 都过临近了 这一段话 我记得 如果你们看过一本书 叫做 叫做变形记 还是叫什么 就是查尔斯蒂庚斯写的 他这个开头呢 我记得大意是样的 他说呢 他描写他那个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最智慧的时代 这是最愚昧的时代 这是最有希望的春天 这是最失望的冬天 总之他是这样对比的 这样对比的 这个时代 所有的人都直奔天堂 这个时代 所有的人都直奔地狱 总之说这个时代好 是用最高的形容 说这个时代坏 也是用最高的形容 我记得他有这么一段话 然后我刚刚读到 这个天国的时候 我也想起来 你说21世纪比19世纪更好吗 19世纪比12世纪更好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 如果能够接纳天主的好消息 就是最好的时代 如果不能拒绝天主 把天主赶出去 那就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 所以2020年 第三个前年 21世纪是最好的时代吗 我不晓得 我们很难断定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知道 如果你愿意接纳这个好消息 愿意朝耶稣那个方向走去 跟他相遇 你就是最好的你 你就是最有智慧的你 就是最有希望的你 也是直奔天堂的你 不然的话 你就是反着的 还有我也愿意说 我们作为一个教友 耶稣的追随者 耶稣来了是干什么 宣讲好消息 福音嘛 福音加音好消息 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成为福音 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福音 我们怎么能宣讲福音呢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意识到 自从跟随耶稣之后 我们也有一个使命 就是成为好消息 宣讲好消息 基督徒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使命 我们总不能见了谁 人家谁都讨厌吧 如果我们活到这个份上 那你就先不要提好消息 不好消息 你就大大有问题了 所以福音你看 今天我们读的并不多 我愿意刚开始的时候慢一点 读的并不多 但是因为它是根基 它是第一章 它把很多很多重要的 后边要说的概念 在第一章都要放到第一章 耶稣在后边 所有跟魔鬼的对比 在第一章也出现了 是不是 我们基督门徒的使命 在第一章也出现了 什么是好消息 耶稣全部的核心都是好消息 在第一章也出现了 好 所以这是 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你们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耽误了你们两分钟 不好意思 好 没有关系 慢慢来 慢慢来 我知道有一些 有时候会枯燥 有时候会清楚一点 没有关系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种子 种下来 然后酝酿 发芽的时间 我们不要很快的 想要掌握所有的一切 现在是撒种的时候 但你要允许自己 要允许片主的话 撒在你的心中 慢慢慢慢 随后我们随着经文 天主圣神自然会引导我们 好 那就我们 我们就做个祈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主耶稣 你已经来到 你已经把救恩 撕给我们 我们也已经借着洗礼 参与了你的救恩 我们只求你降下 源源不绝的圣宠 就好像你的圣神 从天降下来一样 求你的圣神推动我们 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福音 也能把福音带给别人 成为一个见证 就是你仍然临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 让我们成为另外一位伯德鲁 成为另外一位若汉 成为另外一位马尔谷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